我的快度是神太刺濡 在地空交互 我的想出现中烟雾 他就幸福 淘金营出道32年 30号终于首度登上台北小巨蛋开唱 说起这次的演唱会 可是因为疫情延期了500多天 让大家等了这么久 除了嘉宾一次请来三个 女儿豆豆也上台自弹自唱 最后ending更是连儿子小龙和老公 全都一起上台表演 可说是诚意满满 不过桃子姐也透露 全家温馨同台的背后 可是差点闹了家庭革命 他其实在家里我们rego很多遍 然后在饭桌上 几乎真的我讲都要加遍 就是他自己练的时候 他就说 我不要上去啊 我不能唱啊 我为什么要唱呢 我根本就唱不好 没有乖 没事 你表现得很好 你自己写一个一个安抚 包括小龙 其实刚刚在下午彩排的时候 打到一半不打 然后我就愣住 然后我想说怎么办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再给他压力 他就说 没有啊 按着补就一直晃啊 我就看不到啊 然后我们就说 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再用别的方法 就是先让他打电动 冷静一下 然后我老公也哭了 然后他还在那边 就是又要照顾小孩 然后我又吐了 我根本 然后差点都要去厌孕了 所以其实 就是这整个状况 是大家台前没有看到 我们承受压力 但是一切都圆满结束 那他要套承一下李仁哥 李仁哥哦 好我今天 他叫我做几个人都做 那你觉得他会叫你做什么 他可能就是 需要一些高厂 他今天cue那个永杰唱歌 是要拜托你的吗 希望对人情的伤 画得爱有个话 爱有一个人的爱 前面的人都要出来 就在平日里 啊啊 结果爱不怕 好爱 就这样的离开 谢谢 啊 没关系哦 谢谢 这是第一声 我感觉到我 我的首句感可以唱歌了 谢谢大家 哇 没关系我 快点拿走 这是第一次我觉得 我们乐队都会不专业 为什么要跟上防御女神呢 你们不应该 嗯 我很怕那支麦克风 他不还我 他很支持我 因为他老公办演唱会的时候 我去的时候 他就有讲 他说陶智杰 你可以跟我唱姐姐妹妹吗 我说怎么了吗 他说 这是我的歌 我说好好好 在他的场子就让他唱嘛 就没想到 他今天突然就站起来 给我尖叫这样 然后大家听到他歌声 你给他打几分呢 我吗 有及格啦 人家防御女神 对对防御女神 你看他就用歌声跟笑容 杀死病毒的 嗯